在老子的经典中 后来又说了一句话说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弃成之 什么意思 万有是道生出来的 道生之 那么他怎么能够 这个生存呢 说蓄养之 得蓄养之 得我在第一堂课就给他讲了 是一种明明的得气 这种气透明 磨不着 看不见 近虚空什么 变发间 就是这种能量蓄养着众生 也就是小草的生长 它离不开这个得名 人的生长离不开这个得名 包括蚂蚁 包括六道的每一个众生 都离不开这个得名 因为得才能养它 叫得序之 那么它是个蚂蚁 它是个人 它是个小草 它是一座大山 谁来决定的 物行之 物是什么 你简单的来理解 就是物种 人就是人的种子 蚂蚁就是蚂蚁的种子 小草是小草的种子 物就是有那么个形象了 这个叫物什么 物行之 你长了个人的形象 你长了个蚂蚁的形象 你长了一棵树的形象 长了一个鬼的形象 长了一个天人的形象 这就叫物行之 物行之 那么它为什么有大蚂蚁 有小蚂蚁 人有大人有小人 气成之 气是什么 气是气量 同样是个人 不是说他长得人高马大 一米八 他的气量就大 不是说他长得个子小 他气量就小 中国有个人 你们知道叫邓小平 他名字叫小平 个子也小平 很小 但是他是个伟人 三十年前 他把中国的思想解放了 导致今天中国的富强 所以他是个伟人 不在于那个人的个子大小 这个气是气量 这个大人物 他叫重量级人物 他的承载力大 他的容器大 他的体量大 这个体量不是肉壳身所决定 是心量所决定的 你有大的心量 你就是大人物 你有小的心量 你就是小人物 所以是小人长七七 君子什么 坦荡荡 坦是平坦 站在高山望平原 一望无际 坦荡荡 长七七 蚂蚁为了维护一个面包渣 掉在地上的面包渣 它可以跟你拼命 长七七 因为在他眼中 那个馒头渣 那个面包渣 那就是他的生命 他飞的 他眼中 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 你做人 你为什么不会去在乎那个面包渣 你会去跟蚂蚁争那个面包渣吗 不会 为什么 你的气量大 你的心量大 但是作为人 你的心量大到什么水平呢 你不去争那个 那口面包渣 你会不会争一包面包 会 战争年代 饿死你 没有那一包面包 你就死了 所以你跟蚂蚁有什么区别 没吃的时候 挣一包面包 这是小人 君子会不会 君子不会 我饿着不要紧 这一包面包 我给别人吃 这就是人跟动物的不同 动物是一定要争 为什么不争我就死了 人是我死不要紧 我孩子得活着 我父母得活着 这一包面包 我要给孩子吃 我要给父母吃 甚至跟父母一样的老人 我都要让他吃上 不是光给我的父母 不是光给我的孩子 说这个气量 心量 它不同 所以大人的心量是什么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就是我 我要孝敬我的父母 那么别人的父母 跟我的父母一样 孩子小 我要照顾我的孩子 那么别人的孩子 也跟我的孩子一样 我也要去照顾他 这是气 气成之 就是你成了一个什么气 所以在我们传统文化中 君子不气 什么叫君子不气 就是你就是个气量 有气量的东西 你是有量的 你如果是能够使自己的气量无量 无量光 无量寿 无量广大圆满 就叫君子不气 你不要只是小的 有量的气面 你要做那个无量的 广大圆满的气 这就是气成之 在座的各位 你们会成为一个什么东西 你们这一辈子会有多么伟大 或者多么的北贱 多么的渺小 这不是人给你决定的 不是天上有什么神 能够决定你的 全部都靠你自己的 今生的气量如何 物行人 你有人种了 你是个人生 但是你是不是一个君子 你是一个有气的君子 还是个不气的君子 是有量的君子 还是无量的君子 所以说我们要做无量的君子 无量 在佛门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阿弥陀佛 无量光 无量寿 无量喜 无量财富 什么都是无量的 在印度梵文 它叫阿弥陀佛 翻译成中文叫 无量光佛 无量寿佛 极乐世界的主 极乐世界在哪儿 你什么世界你君子不弃的 你没有一个限度了 你这个世界 你所生活的空间 就是一个极乐世界 不是你死后去了极乐世界 但是 这个 根基在哪儿 根基回去 你能不能成为一个 下辈子还是个人 物种 刚才说有六道种 有天人 有阿修罗 有人 有地狱 有恶鬼 有畜生 你下辈子是个什么 你下辈子会得一个什么样的物种 的种性 这辈子所做 是 就是你这辈子所做的事情决定的 此生所做是 来世的因 因就是种子 在来世一定结果的 所以是菩萨为这个因 所以是重在今世的修炼 这是对于物种 不要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